嗯 摘菜啊 白菜 刚买的菜 你有没有觉得咱们这块有个怪味啊 臭烘烘的 这什么味啊 这么臭啊 是啊 我刚才就闻着 特别臭 就是这个昆剧演员家里散发出来的味道 这四五天都没见得出来了 会不会死在屋里了 真死了 进来 金亮 昆剧团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被杀的是个女院员 而且新婚不久 丈夫不知去向 刑侦处的人已经去了现场 我在想咱们上一个案子 跟昆剧团有关系 要不要去看看 走 死者叫韩莉莉 是一名昆剧演员 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 死亡大概有几天了 死者的颈部有勒痕 衣服凌乱 有尸身的迹象 初步判断怀疑是情傻 他拿人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 本窗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你们怎么看 是他傻 死者的喉咙是被掐断的 而且屋里没有大的打动痕迹 是邻居闻到了气味破门而入 才发现死者死在了床上 穿着睡衣 一个穿睡衣的女人 是不会给陌生男人开门的 说明这个人一定是最容易接近她的人 而且死者已经死了几天了 她的丈夫又不知去向 综上所述 她的丈夫是最大的嫌疑人 关键是 他们是刚刚结婚一个月的新婚夫妻 丈夫杀害妻子的动机是什么 对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有敌特背景 我觉得有敌特背景 很狠狠 好的 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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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丽丽的 她死了 死得很清晴 那天你从医院自己找出来 我很担心你的安全 去了你们家找你 可是你没在意 浦江的行事现在非常混乱 尤其在你身上发生了绑架 你自己要小心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你吗 据绑匪交代 他们去你家的时候 是为了找一只黑色手提包 一个男人用的黑色手提包 你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所以我想问你 你知不知道那个黑色手提包 那里面有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让你每天都带在身边 一直用一直用 走哪儿都带着它 然后每天用的时候 都可以想到我 用你真好 谢谢你那天救我 谢谢你那天救我 再来 我先来 秦亮 有话跟我怎么说的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什么都没说 就说了些感谢我的话 他是怎么感谢的 就是感谢我那天救了她 我跟他从小就是邻居 他父母被日本人 扔到炸弹里炸死了 我妈妈收留了他和他弟弟 到后来他学了昆渠 我读了大学 最后因为进步活动 被敌人追捕 追捕的头头 就是前几天 被我们伏击掉的少将特务 当时我去了延安 他留在浦江 当了昆渠皇后 接下来的事不用我再说了吧 不用不用 上车吧 此时的李玉华 早已是惊弓之鸟 对他来说 危险可能存在于任何时间 来自于任何地方 这一次的见面 令李玉华猝不及防 每次想到郭建亮 李玉华都会一遍遍告诉自己 自己已是不纯不洁之人 没有资格站在他身边 更别说向郭建亮 倾诉自己多年来的深情 他以为自己能够克制心中 万千情仇 只是相见的那一刻 看着郭建亮坚毅而温和的双眼 李玉华内心的伤口再次被撕开 这样无望而痛苦的日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终结 李玉华想要解脱 但她知道 自己只能孤独地坚持住 据绑匪交代 他们去你家的时候 是为了找一只黑色手提包 一个男人用的黑色手提包 你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所以我想问你 你知不知道那个黑色手提包 那里面有什么 那个黑色手提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